大家好,歡迎回到Lover Channel 我們來訪問QSA的第二部份 上一集講到QSA的背景 現在會訪問一下 QSA的成員本身為何當初加入QSA 發生了甚麼事 以及他們本身的理念 想在QSA中達到甚麼呢? KK,想問一下當初你怎樣認識QSA? 其實當初認識QSA是... 我都要想一下 其實是因為他們有一個come out的workshop 我當時都有點外出,但又不算很外出 我在想怎樣跟外國人說 看到一個workshop好像很實用 然後就去聽 然後發覺QSA除了come out的workshop 還有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都可以配合我的大學的需要 所以一直留在這裏,繼續參加 你本身又要做實習,又要讀書 為甚麼還會有興趣成為會長? 因為本身會長要做的事其實都頗多下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的會第一,不要夠人 希望可以在這裡招募一下 第二就是... 其實自己過去五年都沒有上過妝 我覺得如果上妝的話 不如選擇自己有興趣和意義的地方去做吧 QSA其實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回饋自己的community 我也很感謝上一屆會長看得起我 找我幫忙 QSA其中一個正面對的問題 就是一些人手可能都不夠 另外有沒有甚麼問題 你見到其實都很頭癢 需要解決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人手方面的 但如果你說除了人手方面 還有甚麼問題呢 可能就會是QSA的知名度未必很足夠 譬如說我們之前搞這個 speed dating 我們原本預計的宣傳可以很快手做完 但最後就發現 原來都是需要用很長的時間 去令到別人認識QSA是甚麼 以及要用很大的努力去做宣傳 希望接下來如果我們招募到更多的會員 在宣傳方面會比較容易 明白 接下來都會多一個宣傳平台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頻道 聽到的朋友如果有興趣參加 我們之後都會放一些活動的資料 在下面那裏 如果有興趣都可以進入網站 以及去報名的 好了 還有我想問一下 剛才也說到 QSA會本身有些活動想做 對於你自己來說 你譬如成為今屆會長 你自己有些甚麼的計劃 或者有些甚麼的目標 其實都是想在這一屆去完成的呢 其實我最主要都是想增加QSA的知名度 因為過去QSA都有一些很多很高質素的活動 搞出來的 但是認識的同學未必那麼多 希望今年可以招收更多的會員 去認識這些活動 另外就是希望將我們的 footprint 由香港大學去擴展到其他的大村院校 可以給更多不同的同志的大村生 讓大家有一個機會去互相認識 了解 是的 其實我也上過Facebook看 還有之前我也參加過其中一個活動 其實QSA都有機會 即我之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參加我們的義工Lover 也好QSA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再分享多一點 那今集呢 我們就先講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會集中講一下QSA活動 大家也可以再聽多一點 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參加一些活動 好 今集就先聽到這裏 拜拜